韩国官宣本拓上任,中超气率统领太极虎至卡塔尔世界杯结束8月17日上午,韩国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,国家队主教练选拔委员会委员长金帕坤正式宣布,保罗本拓Polo Jorge Gomez Danto出任韩国国家队新一任主教练,任期4年,至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A止。 据了解,本拓在重庆担任主帅时的教练团队全部同时加盟,在俄罗斯世界杯结束后,因为未能完成小组出现的目标,主帅申台龙未能淘汰下课的命运。 从7月中旬开始,韩国足协就进行了大范围的选拽工作,但是碍于资金有限,韩国无法聘请像之前西丁克那样的大牌教练,另外韩国足协要求的4年合约也成了诸多教练萌而却步的条件。 随后不久,韩国足协国家队主教练选拔委员会委员让金帕昆,亲自前往欧洲队签订的几名候选人,进行了观察和接触,最终选定了保罗本拓。 保罗本拓拥曾承执掌葡萄牙国家队队教编4年,带队参加过2012欧洲杯、2014世界杯等大赛,本赛季,他加盟重庆思维,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水平,13轮中超联赛即拿到14分,黯然下课,据了解,保罗本拓在重庆立班时的教练团队,全部与其同时上任, 包括首席助理教练科斯塔,体能教练佩雷拉,守门员教练希尔维斯特雷,助理教练科埃略,支持中国足球,欢迎关注投票,好名镜头。